所以这个时候充满不确定性 那个决定就没那么严重 但是如果交朋友就不同了 交朋友他可以深入可以不深入 可以找可以要可以不要 我可以换 我可以深入 这个时候呢 我的决定意义就很大 这是第一种 我的选择项目大 空间大 权力大 第二呢 选择之后的结果很严重 比如说就要嫁给他一辈子 或者娶他一辈子 为他做马牛 男人呢 男人要为这个女人奋斗一辈子 或者一起奋斗一辈子 或者你觉得这个女人能够跟你一起奋斗一辈子 这是男人要想的 女人要想的是 这个男人到底可不可 可不可靠 可不可以靠一辈子 还有 他 他很可靠 可是呢 是很可靠 因为一辈子 没有所有人投地 他还跑不出去 还得你 还得你当他靠 他不会跑 因为他还跑不出去 这个男人你要不要 这就是你要考虑的 这就是选择 就要选择面临两个事情 第一 你有没有空间 第二 严重性大不大 那是一辈子的事 其实蛮麻烦的 我知道有那种 见面相处三个月就结婚 我知道 但他当时不是这样想 他很犹豫 我觉得该犹豫 然后这就是一种指南 面临选择你才有指南 不面临选择你不需要指南 懂吗 航海出去的才需要指南 也就是人生 当走出去了 你面对各种什么 什么叫航海 两个事情 选择 选择 跟方向 今天出去是吃 这家素食馆 还是那家 素食馆 是选择 他不能那么圈色方向 但是如果 生命要去 读什么戏 将来 要做什么工作 那是牵着方向 对吧 你要 嫁给哪一种男人 那就要准备过 哪一种生活 那就是方向 有些是单纯的选择 冬天到了 我到底要买 哪一种靴子来穿 比较保暖 那是很单纯的 不行才换而已 那是理刹那 航海 生命的航海 无非是这两类事情 在交参 无限的选择 跟生命的方向 这两个 都需要死 然后你来了 你能选择 你该选择 你想选择 这三个事情 是不一样 能选择什么 从 你口袋有多少钱 你能够去吃哪一种餐馆 这有差 这个不是 你能想选择什么 就是什么 你肚子里有多少东西 你能选择什么 你想选择什么 那是纯欲望的 或者纯感觉的 有时候我们看 那是显瘦裤 我也想穿 因为我的大腿粗了一点 我要去买显瘦裤 注意啊 显瘦裤要小心穿 越穿越胖 也是很麻烦 为什么 因为你都把肉挤到腰边来了 就腰的一个 一个什么 后树供 后树供 就是一圈 那个救神圈 这也没关系 有人觉得这样蛮美的 但 那是你想选的 那是你的欲望的 你想要 那还有第三种 你是不是有一个方向 你觉得这个方向 你应该选的 这叫应该 这是不同 人生呢 有三大区块 是你终究想面对 第一种 你责任上 你应该要面对什么 责任 比如你有个爹 有个娘 有一个 很不争气的 弟弟 那你也不能不管 我在找些早年的台湾的女同胞 现在的阿嬷级的 或者是阿姨那一起 很了不起 弟弟 家里缺钱 弟弟要读书 我当姐姐的 去做工 我扛下她读书的事情 有没有 八点党也过这个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有没有 他认为这是责任 他没什么选择的 责任还是好选择 第一种 人类 人生当中要面对第一种 责任 第二种 喜欢 我喜欢 喜欢就 跳外责任 我喜欢呢 我喜欢 溜冰 我喜欢 将来去画画 我喜欢 怎么样 这是我喜欢 可能我喜欢花钱 我喜欢美美的 我喜欢去做明星 我喜欢 什么什么 这是你喜欢 第二种 第三种 我应该 也就是在你理性上 你觉得你应该做 他不是责任 他也不是你喜不喜欢 搞不好你也不太喜欢 但你还是 你还是应该 为什么你又觉得应该 比如说 读书你喜不喜欢呢 你不一定觉得很喜欢 但你应该要把它读毕业 对吧 这是应该 你也觉得应该 要不就不要读 对 你说那是你的责任 有时候不一定叫责任 你也可以去休学 假设你可以 你的家里 够开放 你也可以休学 那不一定 我说责任是指的说 我不得不被另外一个人扛的意思 读书算不算 为自己扛这个责任 不一定 不一定 你如果看到那个姐姐 那个姐姐为弟弟 而去做女工 奇怪啊 他怎么不为自己读书呢 但他不是他为那个人 这样懂吗 我们倾向的讲的责任是指的 一个人际关系 或者一个亲属关系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不得不放弃我自己要为他 这样叫做责任 比如说爸妈的年老 那我要去照顾他 这没办法 要不谁都有爹娘啊 人家有爹娘摆着来照顾你 那你就要拿钱来换 要不你要自己照顾 这是一种人 有了道德感 或者有了一个人性的 人际的关系之后 你会觉得要这个责任 所以责任 兴趣 理想 这三大项 是人生一定 多少少要接触到的事情 注意听 责任 兴趣 理想 兴趣 不一定是很理想的 但理想就是所谓的 你觉得你应该 你要去做 或者你的生命一个大目的 比如说大部分人的生命是怎样 就是养儿育女 或者是成就事业 那这种生活呢 这种生活 你也不能说是错 可是它也显得太 太一般了 怎么讲太一般 大家都这样 那我会不要这样 还有 我拥有生命 难道就一定要结婚吗 是谁说的 我别人这意思 当然如果说 哎呦 九九很好 我很憧憬那种家庭生活 整理一个家 等待一个男人回来 或者说我是一个男人 我去赚钱回来 爱护了一个女人 这样 我觉得我很希望 那可以 那就你喜欢 但无论是责任 无论是 兴趣 还是无论是一种生命中 应该去完整的理想 这里头都牵涉到选择 跟方向 这样听懂我们意思吗 都先是要选择这个方向 比如说 我刚刚讲的那个 为弟弟做些什么事 那也是你的选择 那也是很可能 搞不定就变成你的方向 那是你的选择 什么想变成你的选择 天底下不是每一个 每个做姐姐都做这个事 但你选择的是第一种 第二种 你决定你的生命价值 你觉得你应该这样做 你良心才过得去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时候你已经建构成 你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是 你生命的意义了 你无怨无悔 我看过这样 我们眼前就有种趋势 它是这样 它是为 它是为 为家里这样完全的这样付出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啊 那怎么办 你会纠结 很多生活中的事情 你是不能选择的啊 天娘不能选择 兄弟不能选择 家庭环境 你也不能选择 那你不能选择 要是你遇到的状况 让你不想选择 不想要走这样走 但是责任上又这样 那你该怎么办 所以你的人生 诸位啊 如果你还够年轻 你可能听不太懂我这个意思 但你哪一天 你一定要懂 你一定也自然会懂 我今天先跟你讲这些话 那是什么 因为这就是人生的样貌 它 在自我感的欲望 跟责任 两者之间 有时候是不平衡的 而我可以告诉诸位 我们大部分的情况 是欲望 渴望 大过的现实 所有人都想赚进天下的钱 但不可能啊 就是这样 所有人都想赚钱 但人真正赚的 也就是这些人 一般人只能说 深斗小民 只能够 这个 我说 花花薪水 过日子 对吧 那么 渴望感的内容 跟现实是分离的 因此 我们就来学会第二个意义 第一个就是 找寻方向 进行选择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 我说 生命要找寻方向 第二个 你要有能力进行选择 第三个是 面对了 不太喜欢的责任 或者不太喜欢的结果 你得怎么调适你自己 这就是建设你生命的本人的价值 本人的样貌 有人过得很苦 他因为 他很难选择他想要的 就是一生当中觉得 什么都跟他过不去 他就很苦 即便是他拥有一个家庭 也还算基本OK 他也不觉得满意 不知足 因为他想选择得不到 这样 OK 这是问题 那问题来了 就是说 为什么你会出现一个 想选择 那么想要 但是你又得不到 那你也这么苦 比如说 很多人喜欢赚钱 很多人喜欢珠光宝器 很多人喜欢 在明恩利上面 要完成什么 但奇怪了 他就弄不到 弄不到就一生就在那里受苦 或者一生就觉得不满足 我们经常讲说 如果能知足的人 睡在草堆上 也就像在天上一样 不知足的人 即使睡在金银财宝上 也像睡在草堆上一样 他就要讲这个事 诸位 这些都牵涉到你内在 什么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欲望 为什么你会渴望 然后你去追求得到 追求不到 你又再产生第二阶段的痛苦 首先产生渴望 产生欲望 产生想要干什么 想要去求什么 这本身产生你就要观察 再来产生的过程当中 对你有多大 我刚刚讲 有多大的那种 那种压迫性 就是诱导性的 让你一直很渴望 有多强烈 有的人渴望一个工作 有人渴望一个家庭 有人渴望一场恋爱 有人渴望一场事业 轰烈烈的 有人渴望这些不太一样 好 那这个渴望是怎么产生的 他受不受控制 这个是你要误语到的 我们一生当中 如果产生某一种渴望 是终究呢 得到了 想得到的手段 恐怕也不太光明 要不就是太勉强 那今天是得到了 他终究要失去 或者他不会换来快乐 也不会换来 你想象中的满足 那甚至于得到了之后 结果是换来痛苦 请问你要不要追求 要不要 要不要追求 不应该这样追求 对吧 是不是 所以生命的指南 就在这件事情上 一定要给你预先防范 这就是佛法的价值 认识中华国际师师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火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智业成立中华国际师师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师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施时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 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 共30万3025场 布施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直 海内外 共12311次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旗见护国祈福法会 恭送大吉大乘地藏十轮经 即小蒙山 恭请常驻法师 及法务声众领众 日期4月25日星期四 至4月27日星期六 每日上午8点半 至下午5点 恭送十轮经四品 4月27日下午2点 小蒙山 法会地点 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 中正路 254号8614 恰讯电话 南投分会 0492561311 049256131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传授八观摘戒 恭请慧姓法师主法 日期4月28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半 联络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 或06271 6612 06271 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 二段345号 现场备有免费消灾 与超建牌位 敬请菩萨参与询席 同灾法医 共募福恩 巡行着空海大势的足迹 继续来到了 八十八故所的 第二番灵场 日照山极乐寺 极乐寺与零三四 相距仅1.2公里的路程 根据记载 极乐寺由行击菩萨 以奈良时代 于奈良时代创建 红法大师空海 于红人年间 持席帐 乃此修法 公宗阿弥陀 宗宗阿弥陀经 因此极乐寺宗阿弥陀 因此极乐寺宇 有威武雄陀 有威武雄厉的人亡 眼神愤怒锐利 炯炯有光 所谓人亡 也就是金刚历史 为佛教的虎法身 有数种不同说法 一般来说 右方的金刚历史 为开口 代表阿行 左方金刚历史 为闭口 代表哄行 闭口哄行称亨 开口阿行称哈 故称亨哈二将 人亡身为佛寺的守护神 一方面有着任何邪魅 不得进入的意义之外 另一方面 也是展示佛教神职的力量 让带着谐心的人们 能够放下恶意 四中气氛 明镜雅致 红风闪烁 绿意盎然 景色美不胜收 庭园四处都可看见佛像 庄严无比 好似提醒着 行脚到此的旅人 要时时熏悉 大师的修持一念 无退出心 极乐寺 是沿着山脚下建造 沿途 有手洗色 紫寿招福大师的史相 行锁着红法大师 空海怀抱小儿的模样 继续往内走 一旁 处理着南摩 释迦摩尼佛的史相 以及明治时代的 排挙诗人 龙家杖的巨碑 把目之所处 心之所受 化作永叹 阿弥陀佛的诗篇 同时 参拜者也在 愿挂地藏处 尽全地留下心中的祈悦 水子供养 也铭记了地藏菩萨 对无缘寿生之子的护佑 为了帮助水子积聚福德 往生善处 人们将地藏王菩萨 塑造成小孩模样 穿上暖和的衣服 进行供养 若是在寺院中 看见穿戴着红色帽子 和披风的地藏尊 可能是保佑小孩 平安健康长大的 子欲地藏 也可能是为了 不幸早逝的孩子 祈福的水子地藏 沿着石阶地上 可参拜药士堂 四国的寺院 和日本本岛有所不同 知名的百观音寻拜 是以观音菩萨为本尊供奉 而在四国片入 则不限于单一本尊信仰 包含了药师堂 观音堂 阿弥陀堂 水挂 不动尊 不动尊等等的信仰堂索 其建筑风格也较为丰富多元 穿过美丽的庭园 走上石阶 就可看到树高三十公尺以上 树干干为超过六公尺的长命山 这是弘法大师 当年在极乐寺修行二十一天时 亲手种植的树木 历时已有一千两百年的时间 山树依旧生气蓬勃 绿意盎然 故称长命山 树皮上深深的军裂宛如巨大的龙铃 传说触摸此树 能使病气品欲 长寿平安 极乐寺的本堂 供奉的本尊是阿弥陀如来 坐像高1.4米 连仓时代所调造 属于日本重要的文化遗产 为不公开展示的密报 在极乐寺 最让人们津津乐道的 莫过于安禅大事的故事 明治时代 一名大阪的孕妇 因为担心难产 而来此 岂愿能顺利安产 梦中遇见红法大师 建议孕妇走四国片路 孕妇发愿寻拜 结果当妇人来到极乐寺时 突然胎儿作动 于是妇人向红法大师 结怨搬家 顺利地产下一个男孩 妇人感激大师的怨礼加持 于是在大师堂前 奉纳了安产大师的所向 至此之后 极乐寺就以怀孕生产顺利闻名 前来朝圣祈愿者 若已不绝 日本著名排剧诗人 仲田山头火的名剧 人生极片路 极乐寺的本尊阿弥陀如来 其德光正护佑着一群虔诚的骗路者 在面对生命的悲欢离合中 找回迷路的自我 重新定位自我的洗涤和心灵的进化 进行一场 只有自己才听得到 看得见的身心灵对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是柳灾日 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